你可以先画一个矩形 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形比较简单 直接在东南灯角解决就可以了 你这边的话先外面画800 600 就是用矩形800 600 然后再偏移24 上面24 然后再来的话你可以在这边 看追踪画一条线100 然后再偏移过来200 那再把中间的线删除掉 那再来做什么呢 做那个挤出或按拉都可以 这边用按拉好了 按拉然后直接把这个地方倒 24 Enter OK 可是这个方式的话是2D变3D 那我讲过啦 这样你们画图 先看看有没有可以变 可不可以直接3D画就好了 有没有 聚合实体嘛 那如果有已经可以3D 你就这样直接画3D就好了 你干嘛还有2D再转3D 多一个步骤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直接画的话 聚合实体有没有 第一个你先告诉他说你的宽度 所以W多少 24嘛对不对 高度多少 24嘛 Enter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起点 OK 从这边画过来多少 300 然后折过来多少 600 再过来多少 800 OK 然后就一样 600 方向只要没有错的话 可以再折过来 OK 300 Enter Enter 最后还多一个Enter OK 那也是一样画出来 有没有不一样 没有不一样 一模一样 OK 好那画完之后的话接下来 所以这边就有了 除非说你不知道说这个要怎么去使用 其实这个墙面就很好用了 以后墙面的厚度多少 高度多少你给他 那你就开始就画墙了 用这个其实还比较快一些些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再挖那个什么呢 挖这边的那个 就是窗户嘛 那窗户部分的话 怎么挖比较快 那你如果会TK的话 你用TK的指令 如果你不会TK的话 那你就是直接移动也可以 所谓TK就是说 比如我今天要追这边的这一点 它的点在这里 那可是我知道 只知道这里的话 怎么做 其实TK我做一次给大家看 第一个TK先 点一下矩形 因为我要在这个面上面画矩形 所以我先什么 先矩形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先给他 输入什么 TKEnter TKEnter TKEnter之后他问你说第1个追踪点 就这个点 第2个追踪点往这个方向多少 50 Enter 他就帮我追踪到50了 再来的话往上 往上 极座标 OK 再来的话往上 往上的那个 高度 不过TK有个问题 TK不支援3D 只支援2D模式 所以只能在平面上面做 所以这个TK在这里就不合用 OK 那我们直接来 如果不能TK 除非你要把它转到 XY平面上 你才可以做TK 如果不行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一样的方法 就是在这个地方 一样我如果要按拉的话 我这边先 从这一点先画出什么 画一个什么呢 画一个矩形 特别注意哦 你在画矩形之前 你要先确定一件事情 你的DUCS 有没有按下去 第2个 你在追踪的时候 你一定要 不是直接从外面点这边就就开始画了 如果你这边直接点下去 它就画在什么 XY平面上 如果说你要在画在这个面上面的话确定一件事情 一定是虚线的 再把它 挪到它的 左下角这一点 然后画出来的话小老鼠多少 这个是240 200 豆点多少 140 对140 OK 好 那画完之后的话 我要针对它去做什么 做移动也可以 所以这里的话我可以 针对它 再来做什么 做移动的部分 那移动的话 比如说这个 这个框框 这个矩形 当然我就直接选取这个矩形 然后再来做 如果你不好选的话 你可以再切到什么 线架构上面 会比较好选 不然你会发现概念 很容易怎么样 会又被干扰到 那2D线架构的好处是 你要选的是线 它就给你线 它不会给你面 不过它的缺点就是跟刚好跟概念 刚好颠倒 你要选面 你用2D线就很难选到 但是在概念就很好选 所以这边的话比如说选它之后 我再把它做移动 这个往这边移动50 Enter 然后一样 再往上 再移动 移动50 移动完之后 再做什么 做镜射 那这边的话 做一个镜射 把这个 镜射过来 中间没有 那没关系 后面没关系 后面不是有终点 这个终点也可以借用一下 OK 那只要什么 只要是 正方向的话 基本上 就没问题 这个 Y方向 点一下 OK 再来的话 最快的方法 按拉两下 这个时候 再切回概念 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我现在想要看到的是 线的感觉 面的感觉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直接 到这里 拉过来 就挖空了 这样感觉 比较直觉 有没有 直接挖空 OK 两个窗户直接挖空 会比较快 可是我8个窗户 你要直接8次 会比较慢 OK 另外一边其实也一样 试试看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